对不起 对不起 你这脚眼磨得太严重了吧 我 我那个 我自己撞门上 这哪是撞门啊 这是脚心 你肯定是不穿鞋在马路上乱走 我怎么可能不穿鞋在马路上走呢 忍着 对不起啊 太痛了 好了 好了 行 师傅 教授了 对对对 今天不是跟教授去看画展吗 怎么样 就这样呗 不对 我跟教授特别的甜蜜 特别的好 你都不知道 我就穿着那身高斯类的衣服 在教授面前这么黑一战 你知道吗 教授就被我惊艳到了 他觉得我们家画画可真美 然后呢 我们就很幸福地去吃了牛排 你你顶着你靠着那俩球去的饭店啊 大家都看着我 其实我自己还怪不好意思的 但是教授特别暖男 教授跟我说 哎哟 没关系没关系 大家看你都是因为你好看 因为你好看周围所有人全部就看着你 然后就他就这样 跟我认识的教授不太一样 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直白了 爱情是会改变一个人的 教授现在变得特别的暖 你都不知道 在公园的时候 因为我脚磨坏了 他 他还背我来着 背着你走啊 我在那公园的时候 我还看见你海报了 你知道吗 你看错了吧 真的 刘文静就是你的海报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我找给你看看 就是有一个游戏的冠军赛的 什么SPL的一个 叶辉座的游戏展 然后出的一个新角色 我一看 这人跟你长得太像了 你看看 不是我 这就是一个动漫图片吧 这就是照着你画的呀 你看 他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叶辉这什么心意 你应该知道了吧 你说如果有一天 叶辉问你愿不愿意做他的女朋友 你会答应吗 我又不喜欢他 但是他喜欢你啊 你想叶辉这个条件 人长得又高 而且最主要对你还好 像这样的条件 全世界你上哪儿去找啊 我觉得最幸福的关系 应该是你跟教授这种吧 相互吸引 相互喜欢 可我对叶辉呢 没有那种感觉 并且 我们俩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但是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嘛 你想 你想 我以前和教授不是也不来电吗 通过时间慢慢地磨合 就会发现彼此身上的亮点 你和叶辉 只要长时间地接触 就能产生爱呀 所以不着急啊 慢慢来 我给教授打个电话啊 打电话啦 拜拜 我干嘛有止醋 我没有止醋 我看见梦还静着眼神 我听见屋檐 我长得也挺好看的呀 我长得这么好看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要死教授 死教授 我触摸到你身后的余温 你说爱情就像啊 奔在故事盛开的花 我喂你吃 翻遍山海送给你啊 你就在等一等我好温暖 我仍放肆见我吗 无奈这个世界总有点大 我如果想要寻找你啊 你都已经这么厉害了 怎么还有人背啊 因为我要你背着我去摘天上的星星 像不像刘文静 文静女孩为女儿战 这就是刘文静 有钱人追女孩的方式就是不一样啊 这么大手笔 我听见午夜深刻的歌声 我忘不掉你停住的黄昏 我触摸到你身后的余温 你说爱情就像啊 奔在故事盛开的花 我翻遍山海送给你啊 你就在等一等我好温暖 为什么接个电话 我仍放肆见我啊 未来这个世界总有点大 我路过深夜寻找你啊 你就别再离开我 好吗啊 有些话 我还没有 我还没忧郁 我还没忧郁 你怎么还能get 你怎么还行 我天族 我天族 你怎么没有 你怎么去